人生独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,从不被人拿捏,身上多半有这几种特质。 独立,永远是女人最有魅力的一个特点,不依附他人,永远保持独立和自我个性,才可以随时神采奕奕,光彩夺目,取悦自己。 著名作家钱钟舒曾将婚姻比作为成,对于很多传统女性而言,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,很多女性结婚后,习惯性的把全部心字都丈夫和孩身上,经常围着家庭转,什么事都是家人优先。 但总是忽略自己的需求,还有些女性结婚后,甚至不再花时间打扮自己,整天捧头垢面,就像慢慢枯萎的花朵。 有些女性即使婚姻幸福,仍然会迷失自己,就像电影《82年生的金志英》里的金志英,婚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体贴多金的丈夫,乖巧可爱的女儿。 但她仍然觉得不幸福,她想外出工作,实现自己的价值,但丈夫却要求她留在家相夫轿子。 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,她陷入焦虑,还患上了抑郁症。 女人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,丈夫在宠你,也不可能满足你所有需求。 孩子在爱你,也不可能时刻陪伴在你左右。 女人能靠的自始至终都只有自己,所以女人不要委屈自己, 活得太憋屈,那么作为女人,应该如何取悦自己呢? 首先是自爱,把自己摆在最重要的位置,不要为了讨好别人而委屈自己。 其次留出独处的时间,一个人独处时,才更能看清楚自己内心需求,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 当一个人独处时,才能静下心来,学习新知识,充实自己的生活与心灵。 最后是懂得打扮自己,女为月己荣,精心地打扮并取悦自己。 不为别人,当然,女人取悦自己的方式远不止这些,但不管怎样。 女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,别人才会更爱你,自信自爱。 在我们生活当中,很多女性普遍缺乏自信,她们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。 据调查,在我们中国,对自己身材满意的女性不到32%,商家正是看中女性的这个弱点。 大量贩卖如减肥速身,延缓衰老等产品,女性也试图通过对身材的崇拜来找回自信。 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,女性只要认识并接受自己,才能重视自信。 美国、丑闻等美剧的金牌主编山达,就非常懂欣赏自己。 她曾由于压力过大体重高达200多斤,但她无惧外界眼光,仍然穿着紧身礼服出现在聚光灯下,与众多明星站在一起合影。 戏场不比其他人逊色,她以自身的经历告诉女性,相对于体性,自信才让人更有魅力。 她也希望更多女性找回真正的自己。 再后来,她为了戏上头等舱的安全带,坚持少吃多冻,一年狂减90斤,只为了自己高兴,网友们都惊呆了。 山达无论自己的身材如何,无论自己成功与否,都全盘接受自己。 也就是说,女性想获得自信,应该先从接受自己开始。 只有当女性冲破各种束缚,不再在意别人的规则和眼光,自信且自爱,才能活自我,经济独立,除了取悦自己,自信自爱外。 女人也应该拥有独立的经济,网上流行一句扎心的话。 经济不独立的女人,可能连谈孝顺,谈尊重的资格都没有,更没有资格谈美。 电视剧《三十而已厉》,一个打扮吐气的家庭主妇,想买一件贵价高定珠宝给犒劳自己。 她刚与白手起家的丈夫离婚,获得一笔赡养费。 从前没钱打扮自己,现在想狠狠地让自己绽放。 她年轻时也是个美人胚子,为了让丈夫放弃了一片森林,婚后为了让丈夫更专心于工作,她自愿当起家庭主妇,照顾一家老小。 但常年疏于打扮,加上经济不独立,她慢慢地变成黄脸婆,让她气愤得是,好不容易熬出头。 结果丈夫却带着光鲜亮丽的小三出现,说要跟她离婚。 如果她财务自由,花钱保养和打扮,也话不至于让第三者有机可乘。 而在另一部电视剧《完美关系》里,陈淑饰演的霸道女总裁的离婚。 却是另一个局面,她发现丈夫出轨,直接把老公扫地出门,都不带眨眼的,因为她有钱有底气,所以不需要委屈求全。 女人如果财务自由了,精神也会相对独立,也就不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形式,只管做自己喜欢的事。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财务自由的女性,也可以轻松应对日常生活的突变,不慌张不忙,活得更体面,拥有更多安全感。 就连贺本也规劝女性说,如果要在金钱和性感之间做出选择,那就选金钱吧。 当你年老时,金钱降临你性感。 当一个女人懂得取悦自己,学会接受不完美的自己,并自信自爱,拥有独立的经济,就意味着她已经成长为独立女性。 据李夫人曾说,路要靠自己去走,才能越走越宽。 也就是说,女性想成为更好的自己,先从独立开始,独立不依赖,接受不被喜欢,接受不被喜欢是这类女人的特质。 她们既然选择独来独往,就接受了不被喜欢的结局。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,也许,曾经她们也试图融入云云众生,但发现,自己并不适合比来比去,一个人比较好,就笃定选择独来独往。 因为享受到了独立的美好和快乐,她们能力出众,遇见事情,能独当一面,完成事情高效,快捷,不用在纷繁的人际关系里纠缠不清,她们圈子很小,纯粹干净,朋友往往都是一个顶食,靠谱,值得信赖,感情里,她们忠贞,痴情,但不过分依赖。 她们绝不让自己的婚姻沦落到一地鸡毛,她们天生懂得自食其力,免于自己陷于被动,依赖的境地,遇到不靠谱的男人,有离开的勇气和底气,她们惜远,感恩,感情,婚姻来了,接住,没了,好散。 这类女人活得清醒而有智慧,理性而深情,往往吸引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男人,共度余生,隐气和度高,感情,婚姻幸福指数,往往高于常人,思想独立,补衣服,不久前,看到鲁豫采访演员吴燕叔的视频,吴燕叔说自己84岁,目前是独居状态,不需要女儿照顾,她每次外出工作或者旅行,都是自己订机票酒店,平日生病, 也是自己打车去医院,有一次,吴燕叔发烧40度,仍是独自去了医院,好了之后才告诉女儿,有人或许以为是吴燕叔的儿女不孝,其实是吴燕叔喜欢自己相对独立的状态,不让女儿干预,她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是这样,年轻时不依赖丈夫,年迈后不依附女儿,吴燕叔纵是现在已经80多岁,仍然奔波于各个剧组之间,每次最长休息时间不过十来天, 吴燕叔在剧组也基本不给别人添麻烦,再有一个剧组,因为有场戏要在一个土坡上拍摄,剧组担心吴燕叔上下不方便,准备挖一些台阶,吴燕叔却自己登登登跑了上去,她说自己可以做的就尽量自己做,或许这就是吴燕叔一直被观众尊重欣赏的原因, 一个思想独立的女人,无论在任何时候,身上都会散发出光芒,英国作家埃里亚斯·卡内蒂说,每个人都要拥有自己的火焰,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火是不完整的,心中有属于自己的火焰,才能照亮璀璨的明天,女人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,首先要思想独立,有不依附于人的骨气, 因为钱随时可以赚,但骨气丢了很难捡,紧握人生的主动权,想要怎样的理想花园,就自己亲手建造,一砖一瓦,一花一木,都是你给自己的信任和尊重,你只管认真走好脚下的路,真诚做人,靠谱做事,结局自然不会亏待你,倘若有时命运和你开个玩笑,也别急着不要抓慌烦躁,这是他给你的考验,你只需笑汉风雨,坚持自己的选择, 过好每一个细碎的日子,说不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夫妻就悄然而至,为你准备好了惊喜,就像诗人故城想告诉我们的那般,不要为了避免可能坏的结果,你就避免了一切开始,贾平妈说,男人心甘情愿去疼爱的女人,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那就是人格独立,能够被宠爱的女人,无疑是有独立人格,且可以活出自我的,她们不会成天围着丈夫和孩子转, 她们关心家人,但不代表会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家庭,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,不会因为爱情而智商归零,也不会寄所有希望于另一半, 她们进化圈子,保持学习,思想独立,保持个性,虽投身爱情,但也不忘成就自己,因此光彩夺目, 这样的女人,不仅能活出自己,而且会被男人心甘情愿捧在手心里,人格独立的女人,如同傲娇的玫瑰,高贵且带刺,不轻易依附别人,却总能撩动人心, 有时冷漠绝情,却总是换来男人的不离不弃,干脸洒脱,但总是惹来对象的恋爱与呵护,人格独立,保持自我,不断成长, 这样的女人一生都是花期,她们内心释放的清香,才是最诱人的女人味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